大家好 欢迎来到卓游讲玩卓游的时间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我是重出江湖的Ever 我是零八声的KHR 今天我们有嘉宾Persy 为什么会请嘉宾来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天会讲这个游戏 Chartestone Persy也试过了 我们几个都试过了的 火热的Legacy Game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多人在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次是一个First Impression 为什么First Impression呢 因为这个游戏是Legacy Game 就是一次我玩可以玩12波 之后就成为一个定型的Legacy Game 这12波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游戏 是 我们都没有那么快 可以试图要Persy 我想看看不同人玩不同的Persy 有什么的感觉 所以是First Impression 没错了 那怎么开始讲起来呢 不如先讲讲这款游戏的流程是怎样的 其实这款游戏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说明的 你一开始是不用看Rules的 它的游戏会带你去跟着Rules去玩的 就是说你会开了一些Rules卡 然后你会贴到Rules卡 然后你就可以做多一样东西 这款游戏基本上是一款Worker placement游戏 就是建造一个国家叫什么名字 Forev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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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好其实是找一个人 找一个奇珠看了一些已经有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的推荐 是的 每个人就会是代表着一个角色 然后就会去在他自己的area的一些建筑 而就是一种踩建筑去gem resources去叮分的游戏 如果你问我最简单的解释 因为始终是这款游戏 我们就不能够有很多的剧透的 我们或者先讲一下我们现在大一是玩到多少 我们应该最远就是玩到第六关 即是叫一半 我们的impaction也是来到一半这个位置的感觉 或者先大家讲一下你们的感受先 客人先说 我啊 其实 头两个游戏可能会太闷了一点 而我玩的是二人游戏 就是我两个人 因为这个游戏应该是六个人 最多六个人 那我们是玩二人模式 因为我上网看过二人都没有问题的宣称 而作者声称都说没有问题的体验 亦都不需要加Bot 所以我也都没有加Bot 所以就两个人玩 没有加Bot 即是没有AI 没有automania 所以就会是两个人玩 因为我玩了四个阶段 后面两个阶段比我感觉好很多 而且亦都觉得副游戏是有趣的 而我老婆也觉得是有趣 会觉得可以继续玩下去 有个问题 我想问你如果觉得这个游戏 可不可以重玩呢 即是如果你有Recharge Pack 即是叫你买回来再玩 我会有兴趣Recharge Pack 暂时 好 好 那这个就是Aplus 那接着是哪个 我先讲 好简单 讲多一点背景 其实在这个游戏里 我们会继续有些卡开 这些卡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令到你可以看到 Story是怎样 progress 例如可能是有些卡要刮 有些卡要撕出来 有些卡要贴上去 有些东西 如果开完出来之后 你做某个action 你可以再开多几张卡出来 我看这个比方 这个就是整个Tenup Stone 那个Legacy 那个位置就是这里 我暂时就玩了三次 但是我们的村子就去到第六年了 一半了 那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 每一拨游戏就好像在玩一个 就是Worker Placement 但是每一次的Worker Placement 都是一个很不同的体验 因为每一拨游戏和游戏都会有很多新的乌士加进去 不是一个半个这么简单 是可能是三个四个新乌士 然后可能有五六七个新的标准 然后你就有一群人一起在做Worker Placement 而且每次玩那个 中文 skip了 每次都是加一条乌士 不要知道太多了 是 OK 好 那这个就是Happy 那好 Edward呢 那我呢 就是玩到第五年了 即是5过12年了 我觉得这个感觉挺好的 现在都是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故事就是 你去探索一个村庄 村庄和国王炮 我完全是很感受到 我一个新的人 然后进去什么都不知道 你会遇到 究竟会起什么出来呢 会遇到什么人 什么事呢 他会不断给你很多惊喜 而另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刚才Happy说的 就是一个爆箱的系统 你不断有些箱可以爆 不用货金的 不用货金的 你其实是很期待 究竟你未来我租了一个箱头 我会爆了什么出来呢 然后看到别人爆了什么 这个令我有好奇 又给了很多经验的感觉 而且在这个爆箱的过程 令我亦是很有成就感 因为我会不断去 展示我的村庄 而这个成就感 亦都令到我 会不断很想玩这款游戏 可能在其中那一棵里 我可能是会输的 但是因为我做到一些 令我的村庄成长 其实我整件事是很开心的 因为它每一棵 其实是很短 很爽快 正常一个钟之内 你就会超爽快 这是很优点 所以你有时 你不会很计较那一棵的输赢 反而你会很整个全图的看 我现在在十二局里面的进度是怎么样 而且这个游戏 每一局有输赢之外 你有输赢有不同的奖励 而且输赢有补偿 而且它还有一个中国的计分 正面游戏 而那件事我还未知是什么 对 刚才你说 我忘记了问一下 HAPPY和Edward 你如果玩Recharge Pack 你不会想再玩呢 Recharge Pack 我未必想再玩 因为我可能和Pansy体验不同 因为我玩的是比较多的玩家 其实比较多的玩家 其实已经会见得多了 所以如果我再玩 可能会见到那些东西 就未必会Recharge 那HAPPY呢 我会因为 可以认识不同的人去不同的村里玩 我自己未必玩Recharge Pack 因为已经有小道消息 说会出Expansion 好像说会用后一块 还是怎样 不知道是怎样 听闻一下 但是为什么想再玩呢 因为刚才Edward也说过 其实不同人 一开始选个角色 选个角色 其实是有些不同的东西 你要经历不同的东西 所以可以尝试一下 你能够取得如何 其实他说的我都非常认同 我自己会有几个人要补充 就是 开头我对于这个游戏的故事 我是有点担心的 因为我会觉得 Worker Placement的游戏 你可以玩到故事的东西 是有什么呢 但是到最后 我是满意 还有有惊喜的 收货 是 收货 还有我会觉得 它的游戏处理得非常好 就是我们Legacy Game 常常会担心缺脚 譬如某个人不在 那这游戏怎么办 而这游戏有一个AI系统 是解决了这个游戏 虽然这个AI系统有四版的 Woolbook你要看 当然要看 但我们没看过 但是是OK的 他真的做到AI的角色 还有我会觉得 这个游戏做到一个 Learning的过程 你慢慢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玩 而这个Learning的过程里面 它可以吃得到 这个故事 这个我觉得是赞赏的 而且是轻松愉快 是 轻松愉快 虽然Worker placement就是玩卡位 但是你被人卡完 因为这游戏 刚才Henry说 我这回合输了不要紧 因为我看着的是 中局那样东西 那我就算输了这回合 我中间都会做到很多 还有体验 不是我刚才Henry都说过 很紧要的 赢输可能已经没那么重要 是的 还有再补多一样东西 就是游戏 有很多人就会说 那你是不是会很简单 比如那些游戏 尤其是划律的Pace 很厉害的人 会不会觉得很低能 老实说 头那些回合 可能你会这样说 这很紧要的 但是 但是 引来到第三 引来到第三 绝对不会令你失望的 还有Russie要看得很清楚 因为那些游戏 一旦看错了 你就回不过回头 这个我们最后再看大家 最后再看 不是最后的 再一个 就是我会觉得 刚才问的问题 就是会不会recharge pack 我即使我见到其他人的角色 但我都会想recharge pack 再玩一次 因为我想做他的角色 还有他其实有很多东西 是有得给你选 你可以试一下不同的区域 或者六个人买六盒 然后轮流 那是太誇張的 我认为玩两次 我认为玩一次可以的 好了 最后大家有什么提点 就是要玩这个游戏 但你刚才说 我提点一个很重要 其实他在Russie也有提点 就是 Building是第一回合 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说 是超级无敌重要 是一定要物质 一定要做的 因为这款游戏 其实有很轻轻的问题 就是节奏问题 如果你开头的节奏掉了的话 有机会令到你后面的节奏 全部好像向左走向右走 是交错了 你这些东西是很辛苦追得回的 这个是一个缺点 所以你开头那一下 就是要听他的指示 Building是很重要的 好 Happy有没有 Russie 大家真的要好清楚 很精彩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一个Russie 其实就是一个小格子 有时候你自己也要看完 但其实他有些交流 跟其他格子的 有时候你省不起 那样东西跟这样东西有些关系 所以可能要找一个 头脑很清晰的人去看Russie 还有可能要找多个人帮忙 是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你中间真的做错了一件事 你就会觉得很丢心 很严重的 因为问题是你已经过了那一年 你做不到那一件事 好 我补充一点关于Russie 因为我一开始我是坐Russie 头两个Game我是坐Russie 错了什么呢 就是我每个Game End Game都计算了一次Building分 这个也是一个 没叫你计算就不要计 有叫你计算就计算 他在前面写要计算 但他是写End of Campaign 有些他是写End of Game 看清楚什么叫End of Game 什么叫End of Campaign 什么时候计算 这是变样 这个要好 我自己会觉得 提点就是 你要记住 这个Game是一个12局的游戏 不要因为这一局你追不到 你看到你差很远 你就放弃 是绝对不能够放弃 因为你每一局 对于之后的都会有影响 我觉得我心态很重要 还有享受这个故事 不要飞Russie 有些人说我看Russie 我开开Game 她不要飞故事 对不起 她不要飞故事 飞故事 飞故事 看故事 因為這個故事其實會有一點提示你之後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這個記得留意 看看我們玩完之後會不會有機會再拍個全 review 好 今集到這裡 拜拜